3.4.0 這是pthread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 這個叫做所謂的Windows Windows32 Windows32本身呢 它的使用方式 這API呼叫呢 跟這個pthread呢 蠻相似的 我想各位在 不管你買一個library 你在使用这个thread的时候 你都会用到第一个 就是create 一定会create一个thread 这个一定要会用 然后第一个就是等待 你要等待 你产生的thread结束 刚刚是叫join 可是在wait 它不叫join 它叫wait 这要看一下 第一个你要会产生一个thread 第二个你要会用 等待的这样的一个API 或者一个function 那第三个就是说 要让某一个thread结束 离开的时候要会写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这个资料 也是share by一个sum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变数 那这个sum本身是要 由另外一个thread的 另外一个thread来完成计算 计算这个summation的意思 那我们就有一个叫 summation这个function 来完成 那个summation这个function 是由另外一个thread来完成 就我们有另外一个thread 这个thread的功能就是做summation 就跟刚刚的那个runner一样 前面那个例子叫runner 那个runner就是做summation的工作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要产生一个thread 就呼叫一个叫做createthread的这个function 那你createthread的时候 要送给它一些attribute 比如说刚刚讲你的参数 然后你的id 跟你的thread的id一样 跟前面都很像 我们等一下会看这个程式 然后呢 等待我们叫做 wait for single object wait for single object 这是在vidal32底下的用法 就是说 相当于刚刚那个join 就是我要等 那你等什么呢 就是那个瓜糊里面的东西 就是你要等待的thread的id 等id的意思 好 我们就看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首先看一下 在前面这边 这个是用c写的 在vidal底下写的 那也是 可是写着multi-thread的cprogram 首先我们宣告这个sum 它也是一个data share by the thread 这个sum跟刚才一样 是共用的这个变数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这个就是那个function 就是summation的function 就是那个另外一个thread 专门做summation 做加总 那这个加总的公式 跟刚刚一模一样 就是i等于0 然后自己加自己 然后加到i等于 这个uprolimit 就是i等于n 这是所谓的summation 那下面这一段 就跟刚刚一样 检查你的输入是不是 整数 然后再检查 是不是正整数 这个我们就跳过去 好 我们看 因为这个程式比较大 所以还有下一页 好 下一页这边是我们的重点 首先 你这个程式里面 会有一个叫做 create the thread 就是产生thread 那另外为什么api呢 注意看 它就叫做 create thread 注意到 可以看到叫create thread 后面要给很多参数 比如说第一个参数 叫做 d4 security attribute 有没有一些 在产生thread的时候 有哪些东西 比如说要pass过去 哪些东西要继承 这个我们这边 就不特别再去讲 我们只讲到这个 sorry summation 就产生一个thread 这个thread的名字是什么 我们刚刚前面 产生的thread叫做runner 在前面的例子叫runner 这个地方叫做summation summation呢 看到前面这一台 这边 sorry 我们这边就有一个summation 这个是程式的上面 有宣告了 这就是summation 它就是我等一下 要产生的thread 再回来 就是我们create这个thread 然后给一些参数 其中包含summation 就是thread的方式 然后你要给它一些parameter 你要参数给这个thread 然后产生thread之后 它会return一个thread的ID 就刚刚那个tID 类似 就是你要有thread的ID 因为后面才有办法 你说你要等 你要等什么 我们说 如果你副叫了这个createthread的API 你就产生一个thread 参数也传给它 然后它会return一个thread的ID 代表说 这个被产生的thread的ID 好 现在开始看 你就要等 等那个thread先执行 我们刚刚提到叫做 wait for single object wait for single object 然后你要等谁呢 参数里面的thread handle 就是你刚刚的那个thread ID 就是你要等这个 因为你前面这个护照的时候 你的return是thread handle 注意到这个地方 thread handle给你 产生一个thread 那个结果是放到thread handle 代表说新的thread 就是叫thread handle这个变数 好 那你就在这个地方 你就等这个thread handle 就等它的意思 后面那个叫做 你就无限的等待的意思 就等它 你在等到那个thread结束 好 那thread的什么时候结束呢 我们这边回到前面去 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它一算完它就return 它有个return 这个return zero代表说 这是成功结束了 因为算完了 可是算完了的结果放在哪里 放在那个sum sum是功用的variable 所以等到这个thread结束之后 我们在这边 sorry 再回来 我们刚刚在这边等 好 那等就停在这里了 一直等到一样 跟刚刚一样 这个parall的程式 就等待这个wait的指令 它就停在这里了 然后它GPU就被OS拿走了 去排排排排 到那个刚刚的那个sum 那个thread去跑 等到那个thread结束了 好 那就代表 你等的东西已经结束了 好 那这个parall process 当然它变成什么 变成到reddq里面去再去排 所以你等到不是马上执行的 等到代表说你不用再等而已 但是如果你要用CPU 你还是得到reddq里面去 再重新排一次 好 再排一次 还给CPU了 就执行下一个 好 就下一个 那下一个就是 我就把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close掉 把结果印出来 这样子 这个是在Windows底下的做法 好 我们很快再来看一下 那在Java呢 好 我们说 Java的sread本身 是由Java的Virtual Machine 来管理的 那通常它必须跟 它底下的这个OS 是有关的 我们刚刚提到 因为它是一个JavaVirtual Machine 是一个Virtual Machine Virtual Machine 一定建构在某一个host的OS上面 那这个host的OS 它有什么样的这个function 那这个Virtual Machine 就必须on 根据那个host的OS 所有的功能 来imprint这个 所谓的thread的library 所以Java本身的这个thread 要怎么来create 怎么产生一个thread 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就是我create 叫做new class 这个Java的证实 里面用这个class 这个东西 产生一个新class 然后用这个thread的class 然后来override override它的 对不起 它的run method run method就是将来 等下后面会解释 它就是要变成那个thread的那段程式 它叫做run method 所以如果各位有学过Java 如果还没有学过的话 你注意到class跟 method 这个东西 在Java里面 它是专有的术语 或者我们define一个class 这个方法是比较常用 就是说我们define一个class 这个class会implement 我们叫做runable的interface 那runableinterface呢 其实就是要实作 那个thread 对不起 就是那个thread 就是说当一个class 它implement了runable 这个界面呢 它就比较define一个run method 那这个run method呢 我们讲说 来implement这个run method的call 就是最后 要执行的thread 这个抱歉 有点繁琐啦 不过如果各位对Java锁的话 你会了解 如果对Java还不锁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主要是看 怎么去用 一个基本的概念 我们先看一下 在这个例子里面 对不起 我们上面这边还是一样 define那个sum sum还是一样 就是共用的变数 就是thread跟parent 这个process 它会共用的sum 我们就调过去 我们直接看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implementrunable interface 的一个class 它就叫做summation 跟我们刚刚一样 只是说在Java底下 它叫做class 这个class的名称 我们就叫做summation 它就是implement这个runable implementrunable本身 底下就必须有个run method 就是最下面这一段 那这个run method里面 就implement的summation加种 就是刚刚提到 这个sum的加种 最后呢 这个run method 就后面这一段 它最后就会形成 那个叫separate的thread 最后一个thread 就是由这一段程式 最后面这一段run 的这段程式 来变成thread 变成thread 下面还有一段 那这个就是 所谓的你的主程式 那你的主程式本身 前面一样是做这个检查 就是刚刚提到 要整数嘛 然后要正整数 整个通过检查之后 我们就要create 这个所谓的thread 在create之前 我们要先把 所谓的share的object 就是那个sum 把它create出来 代表说我要一个 sum是大家共享的 那接下来才是 这一段 就是产生新的thread 它的用法是叫做 newthread 一样 我们有不同的做法 不同的名称 在章话里面叫做newthread 就产生一个新的thread 那这个thread本身 就是summation 我们刚刚有定义 叫做一个card 叫summation 那你在定义summation的时候 给它参数 就是那个n 那个upper 就是那个n的意思 然后summ就是加总的结果放在哪里 给它n 那加完要放在那个summ 那个object 然后你就必须开始等待 这个地方 一样 它有一个叫做thread.join 一样 它还是在等待了 等待一个所谓的thread结束 那thread它就前面那一段 就是run master 它就去跑 跑完结果出来的话 那我这个join就结束了 就不用再等 不用再等就回到下面这个 就把结果印出来 就很类似了 所以这个地方 各位只要能够了解到说 第一个你怎么样产生一个thread 用这个new thread 你怎么等待一个thread结束 用这个一样 类似join 这很类似 然后你怎么去define一个thread 前面那一章 就是run master 那一段 那这样你大概就可以知道怎么弄 好